老鼠特种兵正在训练,用捕鼠夹练窝腿,稍有不慎就会掉脑袋,之所以这么拼命,都是为了对付死对头,生性残暴的大狗熊。 他们生活在地上世界,个个彪肥体壮,满脑子都是阴谋诡计。 就好比这对熊夫妻为了赚钱想出妙招,打造了一个商业闭环。 熊爸在东边开糖果店,负责把大家的牙齿搞烂,熊妈则在西边开假牙店,负责把烂牙换成好牙。 这下,熊世界所有的钱都流进了他们的口袋,夫妻俩很精明,赚外人的钱可以,至于自家的熊宝嘛,一口甜食都不能碰。 熊宝一天天长大,牙齿非常健康,很快迎来换牙肌,第一颗乳牙脱落,一点糖印子都没有。 熊夫妻沉浸在喜悦中,却突然发现玩具堆里有只老鼠,一熊一鼠随即展开追逐,老鼠走位灵活,搜的钻到床下,熊爸直接把床掀开。 老鼠却带着他绕圈圈,还顺手偷走了熊宝的乳牙。 正当他想要开窗逃跑时,熊爸扛着床冲过去,结果阴差阳错把窗户撞开了,老鼠掉进截边垃圾桶,进入了视觉盲区。 熊爸只好作罢,回屋不止补暑,熊妈也不含糊,把所有的垃圾收拾好,叫熊爸去扔掉。 结果,老鼠刚想爬出来就被堵了回去,他力气太小,推不动垃圾袋,就这么被困在了垃圾桶里。 他就是我们的主角,鼠妹,为啥冒险跑这一趟,还不是为了偷熊宝的乳牙。 话说这个世界只有两种生物,高大熊猛的熊,占领了地上的世界。 小巧灵活的老鼠则建立了地下王国,它们有自己的商铺和街道,有自己的秩序和文明,交通,医疗,教育系统也都建立得十分完善。 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,都要归功于老鼠们那顿锋利的门牙,要断锯石,安装机器,甚至为河流改道,统统不在话下。 不过,这也导致门牙损耗太快,必须得定期更换。 而熊的牙齿是世界上最坚硬的,自然成了不二之选。 牙医诊所的小老鼠们实习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地上世界,搜集足够的熊牙。 鼠妹出师不力,被困在了垃圾桶里,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救命恩人,竟然会是蜀国世代的仇敌,已知熊。 熊哥是个单身汉,住在山顶的小木屋里,日子过得很窘迫,有了上顿没下顿,屋顶漏了都没前修,眼瞅着冬天已经到了,这样下去不得冻死。 她只好到山下来,想着卖艺赚点小钱,可是天寒地冻的,哪有熊会为她驻足? 响亮的音乐反而招来了警察。 没赚到钱,肚子很饿,她只好去翻垃圾桶,就这么遇到了鼠妹。 在极恶的熊哥眼中,这无疑是一顿美餐。 鼠妹气势很足,你看看我,树谷林寻,难道能让你吃饱吗? 我倒有个好建议,你往这边看,原来一旁的地下室是熊爸糖果店的仓库。 在鼠妹的帮助下,熊哥成功闯入,开始埋头苦吃。 虽然靠着聪明才智捡回了一条小命,然而回到地下室,鼠妹却遇到了大麻烦。 别的小老鼠都搜集到十几颗牙,她却只能交出一颗,难免会被骂。 导师说她不务正业,只顾着画画,怎么能当上牙医,随后下了最后通牒。 如果第二次考核前不能带回五十颗牙,你就等着被淘汰吧。 鼠妹只好再次来到地上世界,没想到又遇见了熊哥。 这家伙实在太笨,竟然在人家的仓库里打盹,结果被逮个正着。 熊爸立马报警,熊哥想逃跑,无奈吃得太胖,卡在了窗口上,还是被警察抓走了。 然而谁也没有注意到,鼠妹竟然悄悄潜入了警车。 她和熊哥做交易,我可以救你,但你也要帮我的忙。 熊哥连连点头,终于重获了自由。 当晚,她兑现承诺,和鼠妹一起来到熊妈的假牙店。 又不说她是憨憨呢,上来就拉卷帘门。 行,还不停转。 熊哥冲进店里,噼里啪啦一顿饭,差点给人家房子拆了,幸好没被发现。 鼠妹带着整整一麻袋的牙,回到了弟弟世界,瞬间成为偶像,受到鼠民们热烈的追捧。 然而,还没高兴多久,意外就降临了。 话说,熊哥忙活了一休,实在是累到不行,竟然在鼠妹的宿舍睡着了。 等她在游游醒来时,老鼠们都吓疯了。 传说中的庞然大物,刺客就站在面前。 整座城市响起警报,老鼠警察紧急出动。 熊哥吓得六身无主,抱起鼠妹就跑。 奔中的身子翻转腾挪,差点把老鼠王国给拆了,终于跑到下水道口。 探头一看,好家伙,兄警察竟然也在搜捕他们。 熊哥匆忙抢了辆车,情急之下却打不着火。 熊妈正汇报情况呢,一转头跟鼠妹对视了。 熊警察立马围车,鼠警察也匆匆赶到。 好在车子终于发动,熊哥蒙踩油门,努力甩开追兵。 带着鼠妹一路向北,逃回了山上小木屋。 然而鼠妹正要进去,却被熊哥拦住。 她义正言辞地说,熊的家里不能有老鼠,说完就关上了门。 没想到下一秒,鼠妹又出现在钢琴上。 小小一扇门,怎么拦得住老鼠嘛。 熊哥一遍遍丢他出去,他就一遍遍跑回来。 拉锯站持续了好久,熊哥终于放进。 好吧,你可以留下来,不过得住地窖。 树妹赶忙答应,就这样,统居生活开始了。 换新家的第一晚,树妹做了噩梦。 她梦到被一群老鼠警察包围,差点就要窒息了。 从恐惧中惊醒,她意识到自己正被熊哥抱在怀中。 她试着敞开心扉,说起自己的经历。 我是世界上最孤独的树,没人理解我的梦想,非要我做牙医。 熊哥表示很懂,我们家时代都是法官,我却想做编剧,所以打小就不受待见。 两个边缘化动物决定抱团取暖。 熊哥化身大暖男,自告分勇做模特,陪鼠妹画画。 然而没过多久,她就冰倒了。 可不是嘛,屋顶的洞还没修呢。 这下换成鼠妹翻过来照顾熊哥了。 一来二去,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,在一片欢声笑语中,安稳地度过了冬季。 然而,与此同时,熊鼠两个世界都没有放弃寻找他们。 冬天大雪封山,这才隐藏了行踪。 可随着春天到来冰雪融化,当时抢的红色小车就变得越来越显眼。 为了不被抓,熊哥决定将它图虑。 这下可以放心了。 然而他们都没想到,这天夜里会下起大雨,山坡变成了大滑梯。 小车一路向下,向下,冲进了熊爸的糖果店。 绿色颜料被雨冲掉,形成了一道鲜明的痕迹。 两方警察接到消息,迅速出动连夜上山。 第二天一早,鼠妹醒来,母屋已经被包围了。 他赶紧把熊哥藏进地窖,想着,我是一只老鼠,应该不会被熊抓吧。 事实证明他想多了。 另一边,熊哥刚躲进地窖,就看见墙上裂了一道大缝。 原来是鼠警察一路挖,挖到这里来了。 就这样,熊哥和鼠妹双双被丢进了监狱。 无论预警怎么逼问,都不肯说出对方的下落。 很快到了宣判的日子,剩下两座法院同时开庭,鼠妹距离力争。 我们有什么错呢,熊哥快要饿死了呀。 熊法官恼羞成怒,说那你吓到妈妈们的罪,又该怎么说。 树妹非常疑惑。 另一边,书法官则指控熊哥吓坏了孩子们。 熊哥表示冤枉呀。 这分明是欲加之罪,何患无子吗? 鼠妹才不知这一套,她大步走到法官面前。 你们之所以判我有罪,完全是因为偏见。 熊哥也一跃而起,你们不能忍受的是一只老鼠和一只熊, 居然成为了朋友。 心事被戳穿,书法官怒不可遏,激动地打翻了油灯, 或是迅速蔓延,她却无知无觉还在狂狂轮笑吹, 围观群众死散奔逃, 还是熊哥看不下去,保持她重疏火场一头砸进了河里。 与此同时,火焰人顺着地板蔓延到了正上方的熊法庭, 熊群匆匆逃命,只有鼠妹英勇无敌, 一把扯下上方的旗帜,盖灭了熊法官身上的火。 象征着权力与公正的法庭,此刻轰然倒塌。 熊哥和鼠妹救人有功,当即就被释放, 他们紧紧拥抱,发誓再也不会分开。 这次的故事来自动画电影《爱特熊》与塞纳鼠, 情节非常简单,却有着复杂的内核, 值得细细品味。 鼠妹从小在地底长大,一切行动都受到严格管理。 几点上床,几点熄灯, 睡前要听什么故事都由大老鼠决定。 成年人仰唱者所谓的经验, 将自己的观点一厢情愿地灌输给孩子。 作为集体中的一员, 和鼠是不被允许的, 你要当牙医,画画有什么处心? 必须学法律, 我们家世代是法官, 不能和熊做朋友, 他们是坏孩子。 但又是谁在制定规则? 谁来决定什么是应该, 什么是不应该呢? 大人们得意洋洋, 草率地将年幼当作天真, 又将天真归为幼稚, 他们怎么就想不到, 其实孩子的世界也可以很大很完整呢?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 我们明天再见吧, 拜拜!